为了帮助社福机构团体 桃园市市内设计装修商业同业工会 在一天内即募集了大约62万元的家电等物资 除了物资以及生活家具外 也透过会员的力量 一同协助27个弱势家庭 4家儿少福利相关机构改善空间规划 让受惠者感受到社会上处处有温情 爱心不落人号桃园市市内设计装修商业同业工会 在一天内募集大约62万元的家电等物资 也透过会员的力量协助27个的弱势家庭 市家儿少福利相关机构改善空间规划 在24个小时不到 我们收集了将近62万元的物资 其实我们以算计来讲的话 不止这个62万 因为62万是我们的成本 如果真的我们发包给外面的人做的话 最少也要增加两成 所以加起来总金额应该是70多万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工会 我们最大的人员与资源 可以协助我们社会的地方人士的 就是我们这个爱心资产委员会 市长郑文灿也亲自表达感谢之一 也希望透过工会的抛砖引玉 带动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我们室内装修工会 引进了很多新的材料工法风格 也引进了很多服务 那今天这个捐赠呢 要特别谢谢宋理事长 他之前就一直跟我说 能够为桃园做什么 我说这个可以做啦 因为别的地方说帮忙 联工带料帮忙装修 就好像是一个师傅集合起来做 做这个这样的工作 其实我们工会很强 工会的会员力量很大 那一天就可以募集这么多物资 包括家具 包括一些材料 台湾市市内设计装修商业 同业工会表示 工会长期以来关注社会公益 并以服务社会散举永存为目标 也成立了慈善活动委员会 期盼透过这一次的爱心捐赠 让弱势族群感受到温暖 桃园有线新闻 冬玉飞市府采访报道